《智慧城市論壇》全球高峰會日前登場了 由於桃園市是2019年智慧城市首獎 那麼會中也把首獎交辦給2020年度的得獎主 就是愛沙尼亞的首都看到塔林 而鄭文燦則表示了 桃園未來也會持續推動全球智慧城市的發展 每年由智慧城市論壇舉辦的全球高峰會 今年受到疫情影響改採線上辦理 桃園在去年得到年度智慧城市首獎 ICF共同創辦人特別感謝總統蔡英文和市長鄭文燦 對智慧城市理念的支持與認同 我想再次祝福建議長陳和他非常能力的隊伍 我們也想要感謝台灣人 Madame Tsai,國家主席 她很強調地在智慧社群的動力 因為在台灣的這種領導力 和智慧社群的動力 也在最領導力的思考上 贊賞總統蔡英文在推動智慧城市發展上不遺餘力 也肯定桃園在市長鄭文燦的帶領下 成為其他城市效法的典範 鄭文燦也錄製影片 展現桃園這一年的智慧城市發展成果 去年11月曾經邀請ICF專家來台灣進行航空城工作坊 今年2月又在桃園舉行2020top7的活動 十分感謝ICF的支持 ICF積極推動智慧城市 桃園將年度智慧城市首獎 交棒給愛沙尼亞的首都塔林 代表著智慧城市將持續發展與傳承 記者綜合報導